接着来关心的是用水问题 全台有1700家的企业用水大户 包括了电子钢铁跟水泥产业 占了台湾四重以上 那么现在经济部水利署也针对9000度以上的大户 从2月份开始的枯水期 要开征每度3块钱的耗水费 那么最多就是1度15块钱 那么对于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 只要超过1000度的用水户 1度水要20块的确是差了一点 所以现在立委跟民间团体也呼吁 是不是应该可以再做调整 会一致比较好呢 电子钢铁纺织和水泥业 全台1700家企业 全都是台湾用水大户 经济部水利署针对大户们 2月开始开征每度3元的耗水费 成效受到质疑 2月1号才开始征收这个耗水费 到底它的成效是怎么样等等 那我们会在这个委员要求的这个时间内 来提出相关的成效的说明 根据台湾自来水公司统计 109年度前10名用水大户占了台湾用水 4成以上 但台湾自来水公司用水计价 50度以上到9000度以下的 1度都只要12元 水成本超级低 9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 才要加征每度3元的耗水费 等于1度顶多15元 但在没有这种大工业区的台北市 用的是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 针对1000度以上的用水大户 1度水就要20块钱 所以我认为价差的区隔性之后 有什么好处 会驱动这些工业高耗水的业者 他会进入节水 他会进入到我们的相关的 多元开发水源的使用 不管是再生水或者是海淡场 台湾的水价太过低廉 用水大户根本不怕 根据资业资讯揭露 2021年台速实化自来水用水量达8.9万吨 等于一年用掉进三座翡翠水库的水 如果依照现行规定 加上耗水费一度15元 一年等于100多万元 但如果以2022年各国平均水价 新加坡美国德国换算 一年就要300多万和400多万 成本暴增2到3倍 如何恶阻用水大户珍惜水资源 耗水费是否调整 经济部两个月内将检讨给出答案 三级新闻 请订阅 没有消息 对于尽过 kem 大户根本不怕 有点 Mit敏 找到 是不是 谢谢大家